曾因复活赛引发争议的昔日快男,如今小敏家里自信帅气惹人爱。 很多有志于网演艺圈发展的年轻人都曾经以歌手作为跳板,从而转入演员行业,其中也不乏取得成功的例子,范士奇就是之一。 形象不错的范士奇在快男结束后转型影视,接连拍了不少戏,不一样的美男子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不雷剧,但当年颇受欢迎,幻成,画江湖之不良人等热门剧里也有他的身影。 2017年范士奇搭档宋妍飞出演了爱惜不是你,这是不口碑颇佳的爱情剧,也让他人气大增。 年末大戏小敏家一开播便获得不俗的关注,周迅,黄磊时隔多年的在合作十分细精,范士奇也在剧中出演了徐正一脚。 范士奇在篮球场上的身姿十分帅气,依然有很浓烈的少年气息,仿佛过去的这八年多的时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。 范士奇扮演的徐正和唐一新扮演的刘晓杰初次相遇时,就展现了阳光自信。 从邀请打球到饭桌上解围,这个角色多多少少有点社交自信症。 这样的男孩当然很惹人喜爱,范士奇自然的表演也获得了好评。 如今他的事业发展越来越顺利,如果也能收获爱情,就算是人生赢家了。